贸销部长亚历山大和卫生部长凯里 他们昨天就发表了联合文告 并且宣布由于这个民众对居家快筛事迹的需求是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政府就决定要控制首架 并且把零售顶价设在每一个事迹核大约19令吉93 那么批发价的顶价就是每一个16令吉 希望这样子做能够减轻民众的负担 不过对于政府设顶价的这一项宣布 大马药剂师协会还有大马医药协会 他们在接受八点自热报访问的时候都强调 政府完全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缓冲期就去调整价格 那这么做会让业者蒙受巨大的损失 甚至可以说是损失惨重的 因为很多的药剂行 他们之前所购买的这个居家快筛试剂盒 价格都是介于22令吉到32令吉之间 那这个价位呢是远远超过政府现在所定制的19令吉93的顶价 如今是要他们硬生生吞下当中的价差吗 他们这不就是会承受亏损吗 不过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而言 大马消费人协会联合会呢 他们则是告诉八点自热报 这个价格啊就是19令吉93的居家快筛试剂的顶价 其实他们认为还是高得不合理的 很多的低收入群体也都根本买不起 我们MMA是讲 OK我们要有一个价格 要要控制价格 我们不要外面 商人 要取得赚钱 不过问题是说 我们觉得不可以 几天的时间里面 你讲要控制价格 要给我们一些缓冲期 要及时工会我们不反对 to standardize test kit 可是你需要给我们大概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去调这个价钱 所以对他的这个宣布 我们是非常的惊讶的 不管是大马医药协会 还是大马药剂师协会 两个单位都双双强调 他们不反对 政府对自行居家快筛试计设顶价 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 第一 政府并没有给相关业者缓冲期来调整价格 第二 在制定顶价时 政府也没有跟相关领域的代表商讨过 其实我们蛮震惊的 我们其实有被邀请 跟这个KPDN HEP的这个领导开会 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到 关于这个价钱的问题 这个价格控制我们没有谈 不过我们的 meeting 那个focus不是价格控制 我们的focus是讲 现在在外面有很多 unregister的test kit 你上网可以买得到 两位受访者都表示 之前口罩设顶价的时候 政府也是仓促宣布仓促执行 当现在很多成本价高过顶价的口罩 业者都还囤在货仓里头 那对于这一次居家快筛试计设顶价 也是在宣布后几天内就仓促执行 让那些手上握有成本价高过顶价快筛试计的药剂行 完全措手不及 亏损惨重 现在很多他们supplyer 他们已经进了这个货进来了 还有那个pharmacy 他们自己都有进很多货来的 这个价钱我知道是 绰绰是30多块 如果现在你讲是maximum price 是19.90 那个pharmacy和supplyer 他们已经进了这个货 at higher price 这比较高的价钱 所以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这个调价钱方面要从供应商开始 而不是把这个价钱压在我们的药剂师身上 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价钱调整 我们不反对 可是你一定要make sure 供应商是给一个合理的价钱 然后给一些margin是我们药剂师可以生存的margin 尽管大马药协会和大马药剂师协会都认为 仓促落实19.90的居家快筛试计定价 对业者造成了巨大的亏损 但是从消费人角度来看 大马消费人协会联合会则是认为 19.93的顶价对于人民 特别是最需要做检测的B40群体来说 价格还是太贵了 政府应该还要再把顶价调得更低 我们认为价钱还未允许 在这个问题上 很多人都失败了职 股票 甚至有些人都需要赚钱 去购买COVID-19的防御器材料 例如肌膜、手洗几器、拼射器 甚至是胸膜、身体温暖和试计定价 那么怎么能够购买试计定价格 彩礼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就再一次重申 他知道设立顶价 这个供应商还有零售商 他们肯定会有面缘 肯定会埋怨 但是政府决定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去执行政策 那19.93的居家快筛世纪零售顶价 已经是最终顶案 是不会再有任何的改变了 因为要是政府呢 给药剂行一个月的时间去清货 那么这一个月 人民还是要花大约40令吉才能够买到居家快筛世纪 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人民 所以政府做了决定 要站在消费者的那边 好了 现在无论是医药业者怎么不满意都好 居家快筛世纪 19.93的零售顶价 已经是拍板定案 不会再改 而且两天之后就会正式生效 不过如果未来消费者在市面上看到有一些 比起19.93这个零售顶价 还要更便宜的居家快筛世纪 大马医药协会和大马医药机师协会 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千万不要以为网络上 社交媒体上甚至是一些直销微商的平台 看到居家快筛世纪 卖得比药剂行的价格来得更便宜 就以为是捡到便宜货是赚到了 因为太过便宜的居家快筛世纪 第一来源不明 它可能是没有注册的这个假货 又或者是比较劣质的这个快筛世纪 而第二因为来源不明 消费者也不知道有关的这个试剂 是不是被储存在20到30摄氏度的保存温度里 那这会影响到检测的准确性 他们提醒如果买到没有经过 大马医疗器材管理局MDA批准的假货 是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准确的检测结果 比如说本来是阳性的这个患者 就会被检测出是阴性 等到情况恶化才送院入医的话 恐怕就会延误就医 最终很有可能赔上性命 因此他们就呼吁民众 如果要购买居家快筛世纪 就必须要到合格的医疗 或者是医药机构去购买 并且上到卫生部的官方网站 去查询 并且确保你所购买的这个居家快筛世纪 已经是获得MDA的批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